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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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堂课是我们今天上佛教东传的第三堂课 那这一堂课呢 是为大家介绍 中国佛教的朝代表与分歧 那进入到上课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上的三堂课 总共有两章的讲义 第一章就是我们前两堂课上的中国佛教的特色 这是第一章A3的表 第二章呢 是刚才所说到的 中国佛教的朝代与中国佛教的分歧 这是第二章表 所以第一个上课讲义有两章 另外呢 中国佛教 它的时间从东汉一直到民国 时间非常长 那我做了一张中国佛教史年表 也就是把整个中国佛教的佛教史的重要事件 那做了这张中国佛教史年表 方便大家查阅 总共A3有三章 那这一份中国佛教史年表 是一于圣言法师所翻译的 中国佛教史概说的这本书 里面的内容 打字而成 总共有三章 第三个呢 我还会附上一张中国朝代年表 这个中国朝代年表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国的重要朝代 夏商周 秦汉进水堂 宋元明清等等的这些重要国家 那 重要朝代它的起气年代 也就是说这个朝代起于哪里 灭于何时 那这个是第三份 所以我们的今天的讲义呢 大概会有六章 上课讲义两章 中国佛教史年表三章 中国朝代年表 起气的年表 有一章 这是先跟大家做说明的 我们要了解中国佛教史 这个史呢 是历史的意思 要了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序 时间 第一个就是要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 他的朝代的先后顺序 这一堂课呢 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介绍 中国朝代的先后的一个顺序 然后再加上中国佛教在这个朝代当中呢 他的教理 教义 还有他的学派 跟他的宗派 有哪一些的转变 那前面呢 那前面呢 我们有提到了中国的朝代表 中国的朝代表呢 我们如果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就是佛教传入之前 佛教传入之前 我们上一堂课呢 有提到说 就是夏商周 秦 这个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朝代 那汉朝呢 他就传入中国 一直到民国的这张表 那我们如何去比较方便的记忆 首先呢 我们看到最前面这里 前面提到说 三五四记忆法 夏商周 秦汉进水堂 宋元明清的 这个十二个朝代 这十二个朝代是很简要 那我们在扩大的说 扩大的说呢 就是这个中国朝代顺序表 这个表呢 主要的是把它分成三类 方便于记忆 那中国的重要朝代呢 我们把这十二个呢 也纳进去 你看 十二个 第一个是夏 第二个是商 第三个是什么呢 周 那他衍生出来的 等一下我们再说明 夏商周 秦 汉 晋 水堂 还有什么呢 宋元明清 十二个朝代呢 扩大的说呢 有这么多 那如何去看呢 第一个我们看夏商周 这个周朝 扩大的说呢 他有西周跟东周 汉朝也有西汉跟什么呢 东汉 晋朝也有西晋跟什么 东晋 注意 这三个有东西的 分成东西 两个朝代的 东在前面还是西在前面 西在前面 东的都在后面 所以周朝呢 它有东西 西在前面 西周 东周 东周呢 它其实跟两个朝代也有关 就是什么呢 春秋跟战国 东周 我们说 春秋 武报 战国 七雄 夏商周 秦 秦 秦跟汉 秦跟汉的中间 还有一个国家叫做什么呢 西楚 那我们看汉朝 我们看汉朝呢 滴汉昌 进水堂 这个汉朝呢 扩大的说它有西汉跟什么呢 东汉 这是前汉 这是后汉 中间呢 又有这个新朝跟玄汉这样的国家 从刚才的秦汉 晋隋唐 汉跟晋东 汉跟晋的中间呢 他又有一个朝代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国 所以我们说从秦汉朝 汉朝又有这些国家 然后要进入晋朝 汉朝要进入晋朝 之间又有什么呢 三国 我们说三国鼎立 三国是什么呢 魏属吾 全名叫朝魏 属汉跟东吾 秦汉晋隋唐的晋呢 晋朝这个地方呢 也稍微一点点复杂 晋朝也分为东西 先西晋后什么呢 东晋 那这个东晋的这个地方呢 又有几个朝代叫做五福十六国 那五福呢 福呢就是外族 那因为 有汉族统治跟外族统治 那五福 是五类的福是五类的福人的外族 他国家有十六个 其实有说二十个啦 但是我们一般都统称叫五福十六国 所以晋朝他有西晋 他有东晋 东晋这个地方 有五福十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五福十六国的佛教 那晋朝跟水朝 秦汉晋水唐 晋朝跟水朝 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朝代 晋朝的第六 跟水朝的第七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南北朝 也就是这边的 魏晋南北朝 那南北朝呢 我们提到说南北朝的佛教 有一个思想的分化 叫做什么呢 二流分化 就是南北朝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第六跟第七 第六跟第七的中间 有一个南北朝的国家 水朝进入到唐朝 那唐朝之后是什么呢 唐朝就进入什么呢 宋朝嘛 对不对 唐宋八大家 唐朝宋朝 简略的说是这样 但是唐朝进入宋朝之间呢 其实他还有一个分裂的状态 叫五代十国 这个分裂的状态 这个呢 五代十国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五代十国 刚才的五胡十六国 还有南北朝 还有六朝 等一下我们会做说明 那隋唐 隋唐 秦汉进隋唐 之后呢 就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这边注意的是宋朝到元朝之间呢 他有几个国家 穿插着 因为宋朝他有分成南宋跟北宋 北宋前面南宋后面 南宋后面后舍 还有夹杂着 辽 西夏跟金 金 这个是有一些外族 然后就元朝 明朝 清朝 然后呢 民国 所以 在这个表当中 大家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先 记中国朝代减表 十二个 三 五 四 这十二个呢 是主要的 中国 统一的状态 好 那当然 比如说你会认为说 西州跟金朝他也有南北 那基本上还是算 还在一个比较统一的状态 好 所以 我们第一个先记最简单的 十二个 扩大的说呢 就是这一个部分了 那大家可以对照 这一张表 就可以把 中国 历史 朝代 做一个记忆 那他有一个记忆口诀 这个部分 中国朝代顺序表 有一个记忆口诀 朝代口诀记忆 那大家可以这样看 三皇五帝史 我们刚才提到说 夏商周之前呢 再加上 什么 三皇跟五帝嘛 所以 比较有 君主 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从夏朝开始 三皇五帝开始 遥顺与相传 那接下来呢 就是夏商与什么呢 西州 你看夏商 夏商 周朝分为东周跟什么呢 西州 你看到 夏商与西州 东周分两段 那 东周呢 就分为两段 哪两段 春秋跟战国 好 春秋和战国 这两段就是春秋和战国 然后在一统 的国家呢 统一的国家 就一统秦两汉 统一中国的秦朝 还有汉朝 那汉朝因为分为西汉跟东汉 所以一统秦朝 还有哪一个朝代 汉朝分两个嘛 那秦汉之后 秦汉之后 就进入哪里呢 就进入三国了 秦汉之后 三分位属 三分位属是指谁 位属 是指什么呢 三国 好 所以在 汉朝跟晋朝之间 有一个什么朝代 汉朝跟晋朝 有一个什么朝代 汉朝跟晋朝 有一个什么朝代 三国 所以他这边 一统秦两汉 三分位属 进入到三国之后 三国之后就是什么 三国之后是什么呢 就是晋朝了 晋朝也有西晋跟什么 东晋 二晋前后延 哪一个是前 西晋是前 西晋是前 东晋是后 刚才提到有 东周西周 东晋西晋 好 那个 只要是东的都是后的 好 那晋朝之后还有一个国家叫做什么呢 南北朝 我们这边简易了 是晋朝之后就是什么呢 水塘了 但是 晋朝跟水塘之间 有一个南北朝 那这个 这个时期呢 有一个叫五湖十六国的 在东晋的这个地方 就是后晋 有五湖十六国 然后进入南北朝 南北朝并立 也就是南朝跟北朝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南朝是什么 偏重在什么法门 真空妙有 北朝偏重什么呢 真常为心 所以他为什么要讲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 跟他的意理是有关的 那南北呢 中国那么大 南边跟什么 北边 南边修的法门 跟北边修的法门 也不太相同 所以这边南北朝并立 随唐五代船 随唐之后就是五代咯 随唐之后 如果说我们这十二个的国家 是应该是唐朝之后 是什么呢 宋朝嘛 我们说唐宋八大家嘛 唐宋之间 有什么朝代 五代 五代十国 之后呢就是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丸 皇朝至此丸 所以我们朝代口诀呢 三皇五帝始 尧顺与相传 这个呢我们可以不用记没关系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东周就分春秋跟战国 一统秦两汉 秦汉三分 魏蜀 汉朝之后进入三国 三国之后进入到 晋朝 晋 二晋前后延 那晋朝之后就是南北朝 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 隋唐之后就是五代 五代之后就是宋元明清 这个的内容就是说明 这个的内容 那索引呢就是这个 那我们如果把它对照到这里呢 这一张也是一个可以对照的表 夏商专寝 这个是零 零呢就是佛教还没传入 进入到汉传 一 佛教传入中国 好这是一个重要朝代 这是一 那二三四呢 二三四是 汉朝之后就进入三国嘛 我们说汉朝跟晋朝中间有一个三国 三国是魏属 那我们常常讲的魏晋南北朝的佛教 就是三国当中的魏 还有晋朝 还有南北朝合称 这个时期叫做什么呢 魏晋南北朝 那其实在六朝当中 等一下会讲到那个六朝 那他这边会讲到宋岐良成 宋岐良成 就是孙武跟东晋 还有宋岐良成 那 孙武呢就是这个啰 如果以六朝的话就是 武再加上什么呢 武再加上东晋 因为晋朝还分什么呢 东晋跟西晋 因为六朝的佛教 有时候我们会提到六朝的佛教 那六朝呢就是这个五 一个 然后再加上东晋 还有什么呢 宋岐良成 这个六 这个六朝代呢 我们叫做六朝的佛教 那这里呢 汉朝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 还有什么呢 进入到隋 进入到唐 隋唐的 这两个合称隋唐的佛教 因为他很兴盛嘛 然后五代 十国 我们是 秦 秦汉进隋唐 宋元明清 那唐跟宋之间有一个什么 五代十国的佛教 还有什么呢 宋元之间有什么呢 辽经的佛教 这个我们后面的时序 跟国家的介绍 朝代的介绍 我们就依于这样的朝代 去介绍中国佛教 那为什么说 要用这样的编排方式 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他的内容 汉朝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等等 他配合他的义礼 他的义礼是什么呢 譬如说他这边讲到信空一位 他是在这里 然后二流分化呢 他是在哪里 南北朝 大圣八中在哪里 隋唐 那宋元是会归什么 二流 就是前面的那二流 然后明清的佛教是什么呢 禅教律 尽融合 这个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这里 宋元明清的佛教 汉朝的传入 然后魏晋南北朝 水唐等等 那我们就对 中国 佛教的朝代 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那这里有几个复杂的朝代 我们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南北朝 第二个五福十六国 第三个六朝 第四个五代十国 那请问一下 南北朝在哪里 南北朝在这里 他是夹在哪两个朝代中间 晋朝跟什么 水朝之间有一个 南北朝 那这个南北朝 因为他跟思想的分化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南朝 真空庙有 北朝 真常微星 有这样的差别 那这个南北朝呢 我们这样看 这南北朝在哪里呢 这里 是吗 晋朝跟什么 水朝的中间 这个南北朝 那他的国家有什么呢 南朝有宋旗梁城 北朝有什么呢 北魏 南魏 西魏 北旗跟什么 北周 那我请问一下梁武帝在哪里 哪里 梁嘛 对不对 梁朝嘛 所以这个表呢 大家留着 以后要查就很方便 那刚才提到说 为什么要给大家有一张表 就是朝代表 那这些朝代表的起七年代 其实还有一张表 还有一张表是 起七年代再加上开国的皇帝 这张表呢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好 比较复杂的年代就是南北朝 南北朝的位置呢 就是水朝跟晋朝之间 它有南朝跟北朝 有这么多的国家 第二个是五湖十六国 五湖十六国在哪里 五湖十六国呢 在东晋这个地方 西晋之后怎么样 东晋 五湖十六国就很多了 五湖是什么呢 五个外族 它基本上 中国的朝代如果处在分裂的状态 它有时候是外族 还有汉族 它就变成外族跟这个汉族 它统治 有时候是会被那个外族统治 像清朝有没有 清朝是谁统治 满清满人满 汉满蒙回藏苗瑶 好 所以五湖十六国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五湖匈奴鲜卑 贵结 滴 羌 这五湖 那这是它的种族有五个 那国家有几个呢 它有十六个 刚才提到说有十六二十个 也有说二十个的 前梁 后梁 南梁 西梁 北梁 这五梁 前兆 后兆 前勤 后勤 西勤 前燕 后燕 南燕 北燕 下 陈汉 总共十六个国家 其实你看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国家 有时候呢 它可能提到某一个人物 它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当中的一个 那你去查阅就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提到的六朝 六朝呢大概是 魏晋南北朝这附近 我们下个礼拜会有一张表 讲中国佛教的几个 这个朝代 也是把这个朝代全部纳进去 然后呢再把前面的修行的 重要思想 教理教义的流变 还会有一张表 它就有一个可以看到六朝的 这个六个国家 很明显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先看 它是孙武 刚才有提到了 孙武 还有什么呢 东晋 还有南北朝 南朝的什么呢 宋起良城 流宋南起南宋 城朝 那这个是在 它建筑在南方的六个朝代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朝代的出现 是唐仁徐松在这个健康实录里面 有记载六朝 所以呢 会把这个六个朝代呢 把它提出来 那因为它跟佛教也有关系 所以六朝 那第一个 第四个复杂年代 就是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它在哪里呢 五代十国它在哪里 唐跟宋之间 它是不是在唐跟宋 唐跟宋之间 有没有 有一个五代十国 那这个也是一样 有五个朝代 然后呢 有十个国家 它是从唐朝灭亡以后 唐宋之间呢 北宋一世出现 它的次序是 梁唐进汉州 就是诸礼石流国 梁唐进汉州 就可以这样子背 十国呢 这边有四个国家 南武五岳 前属后属 闽南汉南比 马楚南唐北汉等等 这些国家呢 基本上我们都有个概念 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佛教使的人物 然后出现的空间 就在这些朝代当中 这些国家当中 那中国历史比较分裂的时期呢 也就是它没有统一的状态呢 第一个春秋战国 我们刚才提到的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你看看分裂的很严重 还有五十六国也蛮多的 南北朝五代十国 那这边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所以如果以时间序来看呢 这个中国的朝代的顺序表 大家可以背起来 那简要的朝代表 大家可以背起来 中国佛教使应该要记得的朝代 是这一个 那这个表呢 只有 这个不要算的话 只有十二个 也不会太多 会不会太多 不会 要记它会不会困难 也不会 但是有没有记起来 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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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记这些朝代 其实这些表 记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哦 这个你看到 从汉朝 有时候魏晋南北朝 水坛五代 然后宋元明清 他的毅礼呢 一开始是姓空一位 一开始是 很纯朴的 然后呢 二流分化 由一而二 然后大胜八宗 八宗之后再 再会归两个 两个呢 再融合 中国佛教呢 他其实就是如此 不会太复杂 不会太困难 那只要把这几个表呢 把他记起来 那我们要了解 中国佛教呢 他的分歧 也很重要 就是说他的 不同的 时期 那这边呢 有几个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太虚大师 把唐朝之前的分四期 也就是说 从东汉到出唐 是印度到中国的过渡时期 也就是说 佛教过渡到中国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第二个呢 是梁 到唐出 梁呢 梁朝 梁在哪里呢 六朝里面有一个梁朝嘛 那 哪里还有一个梁呢 南朝 梁武帝 南梁嘛 自梁自唐出呢 为中国各宗派 创屁 开创的时候 就是说八宗 开始开创嘛 然后唐出 为佛教的大臣时期 到唐代 你看从这边传入 一直经过 魏京南北朝 水潭 这水呢 水潮有一个大事 叫做 智者大师嘛 其实这边呢 其实就慢慢开始兴盛了 一些大事都出现了 那唐朝 唐出为佛教的大臣时期 兴盛是什么呢 从成 随至唐末 就是 随至唐末 随唐的这个时候呢 是全盛时期 非常兴盛 随唐之后呢 就开始 衰 衰弱了 这个是唐朝之前呢 大概可以看四期 另外呢 太虚大师呢 他又分成三期 第一期呢 是佛本主元 一位时期 一位时期就是 一位 信空一位 也就是说 佛的纯正教说 那这个是 从汉民帝 永平求法到 东晋的道安 因为晋朝分什么 东晋跟西晋 东晋是前还是后 后了 已经是晋朝的后面了 这一个时期 都是非常的 跟 印度佛教是很接近的 到了第二个时期 从空室 夹变 主流时期 中国佛教的主流 他就除了信空 还有 像为氏 增长 都夹杂在一起了 他从哪里 从 魏晋南北朝的 惠元大师 到清凉 到罗史开始翻译 一直到哪里呢 唐朝的 玄奘大师 的重要演变 这个是空室夹变时期 他除了信空 还有增长 还有为氏 等等 这是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主流 地眼不觉时期 就是不断的演变 他在哪里呢 他在 慧昌法难 我们四次的法难当中 慧昌法难是 破坏率最大的 所以慧昌法难之后 中国佛教就衰败了 因为破坏太严重 慧昌法难之后呢 他八宗剩下什么呢 他禅宗下的天台 贤守 这个净土 还有戒律 他分成这三个时期 另外呢 在简易的分 这边也可以分三个时期 这分期有很多类啦 那这些分类都可以把它切割 中国佛教把它切割啦 第二个呢是 第一期呢是创始期 第二个是西纳期 第三个呢是什么呢 成立期 第一期是东汉 我们说汉朝传入嘛 东汉莫领至西晋 这是第一期的史创期 佛教初创 教义未今生 刚传来 所以呢 对佛教的议理研究 也没有那么深入 第二期 自东进到南北朝 它是西纳期 也就是佛经 大量的翻译 我们不断的吸取 印度佛教的 佛学精华 然后呢 慢慢开创出 适合此方佛子的 这样的一个学派 西纳期 然后第三期呢 是我们的中派成熟 新盛期 它是从唐真观到真元 是第三期的成立期 它是西纳消化 中派成熟 完全成立实期 其实呢 我们学习佛法呢 比如说我们听到以后 听到以后呢 我们还没有消化 吸收 这个第三期呢 它是消化吸收之后 演化成八宗 成为中国佛教 在中国佛教当中 大放异禅 所以这边也分成 始创期 西纳期 跟成立期 那这个三期的分法呢 它其实也到 差不多唐代了 第四个呢 那这边两千年分两期 这个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 你看佛教实在分两期就好 因为 刚才 我们提到说 佛教传入到中国 大概西元零年前后 或是西元零年之后 大概前一百年 那我们就把它记 西元零年 那到现在大概两千年左右 那这两千年呢 前起了一千年 大概是东汉到隋唐左右 到唐朝 你看到这个新盛的这个地方 那这是前一千年 这是后一千年 没有很准 但是因为方便记忆 那这两期佛教呢 又有一个归类法 前起一千年 其实隋唐之前 为什么那么新盛 因为受到什么人物的影响 皇帝 臣也皇帝 拜也皇帝 慧昌法难也是皇帝 三五一宗 破坏佛教 所以前起的一千年 东汉到隋唐 他的佛教呢 可以说是主体是贵族佛教 还好 印度佛教传入到中国佛教 叫因缘真的 好不好 很好 如果你传进来的时候 学的人不是那种 有权力的人 是草民一个 或是草包一个 那中国佛教能不能发扬起来 没有办法 所以传进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因缘 就是很殊胜 所以前起一千年 他主要贵族佛教 不是完全贵族啦 因为佛教传进来的时候呢 他慢慢从上层的贵族佛教 王公贵族传到平民佛教 偏重的说是这样 到了后期的一千年 宋朝至清朝 庶民佛教 平民的佛教 那请问大家 佛教呢 是 他的流传 贵族佛教 比较重要 还是庶民 平民的佛教 比较重要 都 重要 都重要 所以呢 我们从 第四个呢 可以看得到 佛教从 印度传到中国之后 也可以说 从贵族佛教到 庶民佛教 从传入 汉朝 至六朝 至水唐 特色是 中 特色是 贵族佛教 唐朝之后 古代之后 特色是什么呢 是 庶民 平民的佛教 那这边是提到 中国佛教的分期 这边已经分了 几期了 从 教义去分 从教义去分呢 中国佛教的宗派 分三期 那这三期是什么呢 慧昌法难 之前分三系 慧昌法难是在 唐朝 然后就进入宋朝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三中 这三中的三期在这里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 这是 第一个 慧昌法难 之前分 三系 三中 三期 三个内容 三个宗派 然后慧昌法难之后 他主要的八中 是禅宗底下的 台弦 禁律 也就是说 宋元明清 主要的内容 他跟禅宗 跟禅宗中呢 有很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禅宗 我们第二节课的时候 有提到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哪里 在禅 所以呢 这个分三期 是慧昌法难之前 分三中 慧昌法难之后呢 就禅 天台宗 弦守宗 净土跟 律宗 那 慧昌法难是唐朝 唐朝时期 分几宗 十三宗 十宗 或是主要是什么呢 八宗 八宗是大盛还是小盛 大盛的八宗 刚才提到说 这个分三期当中 慧昌法难是 分三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佛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 其实是分三个系统 哪 哪三个系统呢 这是太区大师的分类 第一个呢 是道安重行系 第二个呢 是传荣术学系 第三个是 传世清学系 这三个系统又分成两类 哪两类呢 空中有中 不是 哪两类 重解跟重型 请问一下 重型的是哪一个 解型并重 这三个分两类 重解跟重型 重型的是哪一个 答案不在 答案不就在这里吗 重型 也就是说 它是着重修行的 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 我们后面会陆续提到 在中国佛教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道安法师是一个 我们现在很多的 律仪的一些规范都是道安法师 这个立下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信 我们出家人的信叫信什么 信氏嘛 这个跟这个道安法师也有关系 这个重修行的一系呢 从慧文慧师自责大师 这个都跟都有一个什么 慧 我也有一个慧 但是没有拍进去 你看这些呢 它都是重这个修行 慧文慧师跟自责大师 这是哪一宗 天台宗 这是重型的 解型 那解门呢 解门其实在印度佛教 他有两个系统 就是空中跟友中 空中就是荣述学派嘛 那 友中就是什么呢 四亲学派 那这边底下都有他的传人 比如说荣述学系的空中 传来主要的传译者是谁 翻译者是谁 修摩罗史 修摩罗史是中国人 还是那个外国人 他是外国人 他是法师还是居士 法师还是居士 后来变成居士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翻译师 因为他把龙数学派的 这个中观思想 信空思想 就是由 修摩罗史 传过来的 翻译过来 最早 所以呢 初期佛教这三期 道安重行系 传龙数学系 还有传四亲学系 四亲学系的 友中的 三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 学爱三藏的菩提流之 还有 陈真帝大师 还有玄奘大师 真帝跟玄奘大师呢 他是四大意识之一 纠摩罗史 真帝 玄奘 还有 异晋 或是不空 三藏 他是四大意识 好 这个是 我们在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两个主题 这两个主题 第一个呢 是 朝代表 第二个呢 是中国佛教的分期 也就是说 分为几期 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跟大家介绍一个 中国佛教呢 也是分期表 他分两期 然后 从他的毅力 他的朝代的顺序 那用图表呢 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 有总共三个视频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那我们回来接着讲 这个卓杰 这一行人 他们一路走走停停 最后终于在 阿底下尊者66岁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1047年的时候 一行人马到了前葬 抵达了三叶寺 那么在三叶寺 卓杰就感到比较放松和踏实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卓杰在三叶寺发现 寺中收藏了许多梵文的典籍 尤其是很多的密序文献 他说 从前我认为 自己看过所有的密序典籍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密序的典籍果然是浩瀚无边 总而言之 由于这些佛像和藏书的关系 九国姐格外的喜爱三叶寺 也特别希望可以一直想住的 总之 九国姐在三叶寺的这段时间 有的时候翻翻那些藏经阁里面的这些备业经 有时候转绕寺院 他曾经告诉身边的人 印度发生过三次火灾 烧掉了不少经书 所以很多经书在印度都已经失传 但是这里都能见到 所以后来他召集了不少弟子 把大部分的经书都重新抄写了一份 送去印度 那么也就在这段时间 我们对人们恳请 九国姐可以尽早的启程前往免堂 但是呢 九国姐却说 这里有太多珍贵的佛像 佛经 各种所依 实在难得 所以呢 他想留在这儿 不想走 而且呢 当九国姐看到这么多珍贵所依之后呢 心中不有的赞叹 曾经那些藏地的藏部门 能够如此尽心极力的 尽力的去弘扬佛法 尽者对此呢 一直赞不绝口 说藏地的赞部都是菩萨 我是由衷的感到随喜和赞叹 而那个时候的这个藏地呢 自从两百年前 吐蕃王朝瓦解 藏部的后代也是随之没落 甚至呢 很多后人呢 都沦落到卖酒打鱼的境地 所以呢 只要听说是藏部的后代 九国姐都会倍加恭敬 因此呢 百姓们也纷纷说道啊 连九国姐都这样尊敬他们 我们怎有不敬之礼呢 所以呢 渐渐的 而这些后代 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声望 也是逐渐的改善和提高了 那么当时整个这个三叶地区啊 都是有一位叫做菩提那家的大人物 来管辖和治理的 他是藏部的后代 具体来说的话呢 是永丁的后代 这个人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 就是 给魏藏头头脑脑脑们写的信里面 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可不是什么等贤之辈啊 他的后代里 有很多位 后来都成为了 噶当派里的大师级人物 不管怎么说呢 九国姐住在三叶四的这段时间 菩提那家都是作为功德主 负责照顾和安排 尊者等人的饮食齐居的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跟菩提那家非常亲近的女人 心怀婆色 找了一群小朋友 先是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然后呢 红片的 交给他们一首歌 歌词的大意识 班之大不讲法 一识不翻译 阿迪夏尊者不离开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这些小朋友 哪里知道这些歌词什么意思 总之呢 有一天 就我姐在绕着三叶四的时候 就听到这些小朋友们 唱着这首歌 于是呢 马上说 是非之地不亦久留 看来不能再继续待下去 于是呢 他决定立刻动身 马上离开 他就跟转敦报说道 有脖色 我们现在就 转敦报一听呢 马上就烧信 给正在捏汤等消息的旁敦 不过几天的功夫 旁敦就派来两百多人 多人蟒 到这个三叶四迎接 于是呢 这几百号人就这样出发 因为在魏藏地区的这段时间 九级一行人也 去到过很多地方 所以收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供养 供品 其中包括很多牛羊之类的家属 他们一行人赶路的时候呢 就赶着这些家属一起走 沿途的这个百姓们呢 看到这么多家属 纷纷讨论说 九姐太贪洒了 什么东西都要带着 这么多生畜 都要牵着 甚至呢就连这个九级自己的队伍里面的 侍者都说 这么多家属为什么都带着 不如卖到卖点算了 然而九级却说 你们一点责任性都没有啊 难道你们会卖掉自己的父母吗 所以就这样 尽管人们议论纷纷 九姐仍旧坚持 不卖掉任何牲口 而且呢 都对他们好生照顾 后来呢 九级却呢 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 不离不弃 直到途经圣地茶叶巴的时候 因为那里呢 就是好山好水啊 绿草阴阴 才把这些这个牲畜呢 就在那里全部放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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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